现在要录制一个就是说咱们微型脚皮机的一个使用过程一个教程啊 第一步先把这面片啊就是面片处理和柔和的面团处理就是说用手摁也好用改面杖用压面积也好是吧 先下成这个七八毫米的面片往上放千万不能拿一个面团往上放拿个面疙瘩往上放那样出的直不光滑 然后退出这种状态以后啊是吧啊把它放到这儿 然后咱们开始装这个模具 模具的话它是分左右方向的大轮的方向是靠右双手的方向是靠左啊 下面有个刮刀刮刀是朝下的啊不要高反了 然后把它放入滑道手轻通模具放入滑道轻推然后打开正转 嗯打开机器的正转轻推 嗯齿轮一结合就ok了 然后就是说这个面啊放上去以后啊 它会出现有可能出现一个往上翻的现象啊拿手把它顶下去就可以了 那面稍微粘点的往后往下翻 所以现在就章程出池 章程出池的话我们出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见面量啊 这大小不是调整脚皮的大小和薄厚的啊 它是这个见面量是调它这大小是调见面量的不要误去误解这东西 然后呢出池分两个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那个上面不光滑有马眼就观察这个模具里面啊 观察这个模具里面啊 观察这个模具里面是不是有面的面更大的堆积啊 这是产生这个光面量过大 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出场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把这见面量给你们调整的差不多了 往小的方向同时悬一个数或者两个数就能解决问题啊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光面量过小 过小的话就是说这些皮子啊前面会带月牙啊不完整或者两侧啊都缺一边啊 这个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就往他们大的方向同时悬一个数或者两个数最多两个数微调就可以了啊 然后他们就看一下它它那个生产的过程啊 这个面马上就用完了啊 这个面用完以后啊就是说下面就开始给你们讲解 这个下面就开始给你们讲解怎么拆模具和清洗模具啊 清理模具 原来这就没面了没面了以后啊 然后先停止然后打开反转手清拉模具 这个模具就拿出来了啊 拿出来以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调整这个间隙就是撒粉量 它下边是有一个裸底的这裸底的话把它推到最底 所以拆到最底的话是撒粉量是最大的 然后轻拔拔一点往外 就是那个撒粉量会逐渐的减少啊 整体的就是基本上就完成了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